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十一號閉幕 表決通過各項決議案 我們第一次離開台灣 還有一個特定的線條件 重複我們的誠意 台灣的安全支援 和在西方的自由和開放 美國2025財年國防預算創新高 首次單列對台預算 菲律賓玉通美等開發 南海油氣中方回應 不得損害中方全國 美國加強對華半導體出口限制 但強調無意與中國經濟脫鉤 各位中文好 歡迎達成鳳凰五間專列 我是田同 歡迎您好 我是奧昌 以頭條帶領掌握 兩會特別報導 中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十一號簽署 第21號主席令 第21號主席令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 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二次會議 於2024年3月11號修訂通過 現已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實行 那麼七天會期的 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在週一的下午 與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 大會高票表決通過了 七項決議及草案 決議批准政府工作報告 計畫報告 決算預算報告 並通過新修訂的 國務院組織法 習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 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並幕會 與會2900名代表以2895票贊成 表決通過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今年兩會唯一一個法律修訂案 國務院組織法修訂草案 以2883票贊成獲得通過 並幕會還表決通過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經濟社會發展計畫報告 財政決算預算報告 最高法最高檢的工作報告 在全體代表和有關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會議開得很成功 凝聚了共識 明確了任務 堅定了信心 是一次高舉旗幟 跟抓實幹 團結奮進的大會 會議成果 充分體現了黨的主張 和人民意志的統一 彰顯了全過程人民民主 和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顯著優勢 赵樂際說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週年 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 要認真落實大會確定的各項任務 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要践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充分尊重人民所表達的意願 所創造的經驗 所擁有的權力 所發揮的作用 激發全社會 創業 創新 創造的熱情和活力 汇聚起團結奮鬥的強大力量 赵樂際在不到五分鐘的閉幕講話當中 使用評刺最高的詞是團結奮鬥 他說團結奮鬥 是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 只有拼搏奮進才能夠全面推進 中國是現代化建設 才能夠實現民族復興 鳳凰衛視 霍委委 夜不見 北京報導 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會後 舉行第三場的部長通道 集體採訪活動也回應熱點的關切 去年五月出任新組建中國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局長的李云澤 在十一號首次亮相兩會期間部長通道 他表示今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工作 就是服務心智生產力 而另外一方面 中國海關總署署長余建華 在接受採訪活動時也表示 2024前兩月 中國進出口額是創下了新高點 中國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去年五月正式揭牌成立 首要職責就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李云澤在回應媒體提問時指 當前中國銀行業保險業運行平穩 主要金融機構經營穩健 金融風險總體可控 接下來將進一步健全 全流程風險防控機制 同時持續推動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 持續推動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 同時我們也會把握好防範處置金融風險的實度效 防範出現處置風險的風險 確保經濟社會大局穩定 我們正在研究降低乘用車貸款首付比 同時進一步優化新能源車險的定價機制 助力汽車走進千家萬戶 有關中國的外貿形勢 海關總署署長余建華在接受集體採訪時指 今年一到二月金出口額達到了6.6萬億元 創下同期歷史新高 同比增長了8.7% 從規模上來看 創造了歷史的新高 今年一二月金出口額達到了6.6萬億 增長8.7% 其中出口增長了10.3% 這個規模只比上一個歷史的新高 2022年的同期增加了4300億元 海關總署的先導指標還顯示 一二月份的曝光單量增加了一成多 企業經營的信心持續增強 預計上半年外貿進出口 可以保持增長態勢 鳳凰卫视人巧偉王磊 北京報導 11日在全國人大第三場 部長通道集體採訪活動當中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表示 未來將堅決惩治體育腐敗 堅決打擊假赌黑 針對近期中國祖坛的他方式腐敗 中國南蘭88年來首次輸給日本等 傳統三大球成績下滑的問題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就表示 目前體育領域存在發展不均衡 管理機制難以適應新發展等問題和矛盾 未來將不斷提高體育公共服務水平 和體育治理能力 並堅決惩治體育領域腐敗 堅決打擊假赌黑 統籌做好體育行政部門 體育事業單位 體育社會組織改革 構建職能明確 管理順暢 協同高效的管理體制和機制 堅決懲治體育領域腐敗 堅決打擊假赌黑 大力整頓行業風氣 持續進化體育生態 為體育強國建設奠定 堅實的政治基礎和保障 另外關於境外遊客入境旅遊支付難等問題 中國文旅部部長孫燕里就表示 關於提升境外遊客支付便利的措施 正在落實 要做到大額刷卡 小額扫碼和現金獨立原則 以及簡化境外遊客 綁定國內程序的客戶登記信息 讓境外遊客在內地旅遊 享受到內地民眾一樣的便利 也歡迎更多境外遊客來中國旅遊 過去主要是手續比較繁複 現在我們跟平台和企業研究 在技術上解決中 同時盡量減少綁定國內程序的時候 登記過多的信息 盡量減化手續 相信隨著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實施 有國外的遊客到旅遊 一定也能享受到 根源國內的這場賽 吃住行購物的便利 我們誠摯地歡迎世界各國 到中國來參觀 香港新文藝演出活動 出現的一票難求 現象 孫爺旅說已經採取了購票 和要求所有文藝演出門票 不得少於85%的 限制購票難和黃妞倒票的情況 王衛士 周衛涵王磊徐宣 《香港基本法》第23期 總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高度關注 代表接受採訪時說 最為重要 團結一致才能有更多 三條立法公眾諮詢 超過百分之多 特區政府支持與正面意見 市及民眾都期待穩定的社會環境 經濟進一步發展 我認為 也需要儘快立法 是我們中 一定是要把我們的 安全 這個最重要的 更好的發展 在這 是沒有模糊的 一個 垂落的人 是絕對不會擔心 立法是必須的 還有全國人大代表 成為 規劃實施五年 香港很多人轉 消費 已經融入到大灣區中來 人才和信息窗口和中心 深圳市 而廣州製造也突出 希望 聯合起來 縫衡位是 劉俊朱照 十四屆二次會議閉幕後 多位 委員 10號下午 來到位於北京 的紫荆文化廣場 考察調 青年創新創業中心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的 紫荆文化廣場正式揭牌啟用 旨在為京港 文化廣場 給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與服務 11,000平米的 新 一千名港澳青年入住 相信紫荆文化 港澳青年創新 為服務港澳青年創業 租業就業 要從資金為北京實現 北京城市大建設 未來的我們高水平開放 張祥先生就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要讓基地成為金港文化 中華文化走出去 這個基地有一個不斷的 我們的供應是故宮還有中華文化的 我們的國際企業都把它 怎麼能夠更好的讓我們青年的藝術家 融入國家發展 內地的青年藝術家的 資金文化港澳青年創新創業中心 文化作為產業特色 重點引進 數字影視製作 人工智能 物聯網企業 在政策支持上 入住的 免費工位或租金優惠 項目的支持與服務 包括產學員 融資對接服務等 目前已有8項目入住 鳳凡衛視周嘉先生 大家好 掌握美國 拜登在11號公佈 將近期的 2025年財年預算 拜登對自己第二任期的 由 其中美國國務院和國際 撥款588億美元 另一億美元 用於加強台灣 國務院稱 必須利用一切的資源 贏分 國情資問後 美國總統拜登 公佈了2025財年預算案 公企業所得税 從21%到28% 並要求億萬分 至少25%的收入 通美國家庭 提供更多稅收 降低醫療保健成本 削減3萬億美元聯邦 提出增加47億美元的 緊急基金 應對邊境危機 預算中 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 18億美元的預算 比 1% 美國副 美國國務院的 首要目標 一切手段 在與中國的 第一 我們必須擁有 所有人 在我們擁有 擁有 任務 任務 這四個 制裁的請 擁有 擁有 黨 經濟 目前租得 需要 關於 在应对中国的预算中 除了40亿对外援助和接触 还有40亿拨款 此外美国国务院 还创建一个新的国际基金 试图取代中国 让台湾提供1亿美元安全缘 并不包括永久性在台试 我们分开台湾 和有一个特别的 预计拜登的这项提案 不可能在 却是美国总统竞争中的一个 目的是与对手特劳 对比 拜登本周将前往 进行宣传造势活动 而他会在3月12号 锁定 所需的党代表票数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现在则是证实 在 公里的巴坦群岛建港 是由 以防所谓台湾有事 在近日也宣布实施 战略上百名的岛民 后备军人行列 另外一方 中部长雷蒙多在11号 到访了菲律宾 两国的伙伴关系 在全面新战略下 据台湾仅约140 巴坦群岛省 有110 菲律宾海军后备军人行列 令阿达西表示 海军后备军 菲律宾海军在专属京西海域 保卫菲律宾北部海域 非防长特奥多罗表示 整个领土和专属经济区的能力 菲律宾民众和未来几代菲律宾人 收获和享受自然资源的恩惠 菲律宾武装部队指挥官和部队 落实全面群岛防御 另一方面 美国商务部 到访菲律宾 并会见菲律宾 马克思在欢迎五言上描述 建立在共同牺牲 相互支持 尊重基础之上 联盟多罗 有机会强化伙伴关系 使其达 希望能抓住机会 致力 和国家安全 此外 菲律宾 日澳等国家开发南海 尤其 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11号 南海问题是中国和部分 中方坚持同直接 研判协商 妥善处理 包括资源开发 争议 有关国家在 不得损害中方的领土 和海洋权益 域外国家插手借助 综合报道 政府部长雷蒙多 11号在菲律宾 拜登政府将不惜 一切代价 包括进一步限制 对于中国 半导体 但他同时强调 美国经济脱钩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率领 文菲律宾 并于11号 在马亚 总统马克思 以及 其 会晤 之后 雷蒙多在记者 中心 美国是否有计划 进一步 把出口先进的半导体 还有 技术 雷蒙多强调 美国 中国军方 不会获得这些技术 我们的目标是 保护美国人 我们最精彩的技术 我们最精彩的技术 中国军方 彭博社指出 拜登的公司对包括存储芯片制造 中国科技公司实施 同时向日本 韩国 韩国等盟友施压 要求他们进一步 中国的出口限制 此外 美国的公司考虑将六家中国公司 承担中 凤凰卫视 王斌博士 华盛顿报道 在11号开始 但是驾沙的战口没有停歇 驾沙卫生部在当天表示 24小时有67人死于 一战以来8人的死亡总数 1千人 当中妇女和儿童 3分之2 驾沙的 恶化 世卫组织总干事 媒体表示 一支世卫小组 和急需的医疗物资 已经抵达了 西法医院和赫鲁医院 以军11号 中部努塞赖特地区的 哈马斯地下 目前仍不清楚是否已 此军事二号人物 马尔万 报道称 以军彻夜空袭加沙拉 是凌晨三点半 穆斯林正 黎明前的封斋饭 拉法的穆斯林 在仅存的 前肩上祈祷 战争 杀人流离失所 许多人涌到当中 穆斯林使用有限的食材 准备晚间煮食 开斋饭 一起聚餐 在耶路撒冷 限制穆斯林 前往位居老城的阿克 只有少数人能进到里面 穆斯林 正月第一天 太阳下山 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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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马 荩 frequ 在约旦河西岸 也步入摘月 他们说 巴人尤其是加沙 来沃流血 希望阿拉伯和 提供援助 特别是给加沙 美军中央司令部 在加沙北部空投了2.76 2.59万瓶水 联合国空投物资 对当地实际需求而言 另外准备向加沙 西班牙救援船 继续治 以色列国防部 一号出席乙军总参谋部会 过去几天 乙军的行动 相向是对的 但也要考虑到 尤其是在加沙北部地区 亚兰特指出 乙军将继续 加沙针对哈马斯的打击行动 最后据点拉法 无论是 不要在拉法采取行动 那是 输掉这场战争 这绝不可能发生 美国总统拜登11号表示 计划会见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 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 美国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话 谭尼亚湖执意入侵拉法 拜登会将限制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于哈马斯武装号召巴勒斯坦人 在摘月期间 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游行示威 现在多方预测 这次摘月期间的耶路撒冷 很难平静度过 现况如何 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 未能在摘月前达成停火协议 并且哈马斯鼓励巴勒斯坦人 摘月期间 去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游行示威 以色列警方严阵以待 连老城枯墙出入口的安保人员 都穿上了防弹衣 从11日中午来看 阿克萨清真寺人流非常稀少 以色列警备数量也没有额外增多 大部分穆斯林民众觉得 今年摘月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 是他们美好且神圣的月份 全都喜欢做好事 我一直等待我一会儿 我希望我的爱 和弟弟 和祝福 人们喜欢帮助 我希望我一天 十日晚 耶路撒冷城内有祈祷人流 与以色列警方发生摩擦 警方用警棍驱散了祈祷人流 以色列警方表示 是短暂的孤立事件 并且会继续致力于保障 前往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的 穆斯林群体的安全和礼拜自由 不少阿拉伯人受访者 不希望谈及政治 希望各方一起快乐地度过摘月 正月期间 记者注意到阿拉伯社区的肉店 生意异常火爆 同时阿拉伯社区的餐馆 日落后更是一座难求 方卫视胡销与死痕耶路撒冷报道 来关注美英军队11号 再次对于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目标 发动多轮的空袭 也门政府发言人称 袭击共造成至少11人死亡 14人受伤 同一个时间点 胡塞武装用导弹再次袭击 经过雅丁湾的一艘美国货轮 也扬言将会在摘月的期间 要加大对红海附近水域的攻击 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 美英联军11号 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目标 发动至少17次空袭 打击包括红海重要港口城市 何台达和拉斯伊萨 以及多个城镇 也门政府发言人称 美英在也门西部的空袭 造成数十人死伤 这是近日前 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 首次造成人员死亡后 美英再度出手 而袭击的时间恰好是 伊斯兰摘月第一天 胡塞武装发言人 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 胡塞武装向在红海行驶的 一艘美国后轮 皮诺基奥发射了多枚导弹 并准确击中目标 皮诺基奥据报 在当地时间11号中午 驶进红海南端 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时 发生180度大转弯 继而折向北部驱壁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表示 袭击未造成船员受伤 或船体受损 萨雷亚在声明中扬言 胡塞武装将在摘月期间 加大对红海附近水域的攻击 直到以色列结束 对加沙巴人的侵略和封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卫星乌林肯11号 在雅米加首都金斯顿 与加勒比共同体国家领导人 就海地局势举行紧急会议 他在会后宣布 美国政府将在拨款1亿美元 用于支持国际社会 在海地展开维和行动 联盟管理会当天也发布了声明 呼吁尽快将这多国安全支柱团 部署到海地 同一个时间点 加勒比共同体主席当天也宣布 目前仍然滞留在海外的海地总理 亨利已经辞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11号抵达亚美加首都金斯顿 参加加勒比共同体就海地局势 所举行的紧急会议 他在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将分资1亿美元 用于支持即将被部署到海地的 多国安全支柱团 布林肯又称 美方海地向海地追加提供 总额33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安理会11号也发布媒体声明 呼吁海地多国安全支柱团 尽快部署到位 声明还强烈选择海地黑帮 破坏国家稳定 并对武器打药非法流入海地 表示严重关切 要求联合国会员国采取必要措施 落实对海地黑帮的武器禁运 而绰号烧烤的海地黑帮首领 舍利齐业 当天则在首都太子港街头 召开记者会 要求国际社会给予海地人自主权 并警告国际社会的干预 只会加剧海地的混乱局势 由于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海地当局11号宣布延长销定措施 至本月14号 而在过去三天里 美国 欧盟 德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 已相继撤离了各自驻海地的外交人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亚太股市 今天是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持续疲软 日经指数再跌超过200点 台湾股市则是上升接近0.9% 韩国股市也是升接近0.5% 在内地互相两市 获利盘出现之下 已经是冲高回调 互指中午暴在3054点 下跌14点 跌幅0.47% 而半日成交来到3078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战暴9586点 微升5点 升幅0.05% 而半日成交落在4257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114点后 升幅持续扩大 并且站上100天线的上方 科技股表现领钱 恒指中午市暴在16870点 上升282点 升幅1.7% 而半日成交631亿港元 再关注市虚拟货币比特币 持续地创下新高 而且升穿7万2000美元整数关口 总市值更超过白银 成为全球第八大资产 比特币现在延续上周的强势 资金也持续地流入 现货比特币交易所买卖基金 而CoinShares的资料就显示 上周一共是有27亿美元的资金 已经是流入虚拟货币资产的产品 光是今年以来 虚拟货币投资产品 一共是录得103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只是略低于2021年 有记录以来的106亿美元 香港立法会继续逐条审议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香港当局根据议员关注 计划对草案提出修订 让打击潜逃者的相关措施 不需要在拘捕令发出半年之后 才能实施 香港当局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当中 对潜逃者制定多项打击措施 但必须在当局发出拘捕首令后 满六个月才能实施 不少议员认为相关时间设定太长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上表示 在听取了意见以后 计划提出修订 删除发出该首令后的六个月期间 已借满的字眼 也计划加入条文 表明任何人不会因为与潜逃者 潜逃钱定例不动产合约 或者合伙投资等等 而被视为违法 我们提出的草案条文 主要的目的是定立一些 具有力度可以应对 和打击这些潜逃行为 并且能够促使潜逃者 回港一些措施 我们认为修改后的措施 仍然可以达到以上的目的 也都可以平衡到第三者的利益 草案提出当局 可以将潜逃者的职业资格 暂时吊销 有议员关注 是否能让潜逃者 相关海外职业资格也受到限制 香港的专业团体 收到你的指示之后 因为它知道全世界 会确认香港的专业资格 是哪些团体 令到它有责任 去通知所有香港以外 境外的专业团体 虽然这里没有一个法例 写着你要通知 其他相关的情况 有些国家的条例 如果因应你香港的条例 而有专业资格才给你的 那应该理论上应该取消了 但如果有些外部势力 厚颜无耻 明知道是没有了这些资格的了 我还要我继续给他 基于一些政治原因 我想这个就是他自己国家公信力 就是自己会被受挑战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去信《华盛顿邮报》 反驳其编委会 在3月10号所刊登的一篇观点文章 指内容具有误导和不当言论 对此表达强烈反对并谴责 邓炳强表示 有关黎智英和47人被控串模颠覆 国家政权的法律诉讼仍在进行 任何人都不宜对案件的细节发表评论 也重申所有的案件都严格地 以证据为基础依法办案 所有的被告都受到法律保障 接受公正审判 他也强调文章中有一些建议 即不恰当 认为有关主张是不尊重香港特区法院 行使独立司法权 并且公然干涉法院的司法正义 他又认为文章忽略香港基本法 23条立法的限制义务 并且指出文章提及的违法行为 海外也有相应或是类似的规定 适逢孙中山先生逝世99周年纪念日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12号率领党务主管 向孙中山先生的同向致敬 朱立伦现在重申和平的重要性 也强调如果因为缺乏沟通 导致战争发生是不可原谅的 也呼吁民进党 针对214大陆渔船被撞事件负起责任 尽快将事情解决 3月12号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9周年纪念日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按照惯例 率领副主席以及党部一级主管 向孙中山先生的同向献华致敬 献华 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周年 朱立伦重申和平的重要性 表示战争会造成毁灭 人类随时要懂得反思 两岸的情况更是如此 那怎么可以因为没有沟通而误解 甚至因为双方的恶意螺旋 造成了可能的冲突 甚至导致了战争 我觉得这都是不可原谅 也不可以发生的 所以我们希望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警示 至于214大陆渔船被撞事件 迟迟无法获得妥善处理 升高两岸对立 朱立伦再向民进党当局喊话 看到惊吓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事件 却是因为没有沟通 或者是一些政治的操作 变成一个恶意的螺旋 这是全民所担忧的 其实国际上对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担忧 我希望民进党政府要负起责任来 把事情赶快解决 朱立伦强调 在两岸不沟通的情况之下 双方有很多的冲突无法顺利解决 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下意识形态 而国民党也会努力 继续以实际行动 累积善意 凤凰威时 黄世田 沈正风 台北报道 广州市区12号上午发生一起小汽车 碰撞行人的车祸 造成11人受伤送医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通报 12号上午9时许 一辆小汽车先后在广州市月秀区 中山四路 广原路与行人和电动自行车 发生碰撞 造成11人受伤 警方接报之后迅速派员到场处置 并协助将伤者送医院救治 目前49岁的赵氏司机黄谋 已被警方控制 事故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置当中 那么根据内地媒体的报道 11号的晚间10点45分 山西省中阳县 桃园新龙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煤仓 发生了溃仓事故 有7个人被买 那么直到12号的7点 共搜救发现物名矿工 经现场的医务人员确认 均无生命体征 失联两人正在紧张搜救当中 欢迎回来 来关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有关乌克兰举白旗的言论 继续发酵 乌克兰外交部召见梵蒂冈特使 对于教宗的言论表示失望 本院方面表示不同意教宗的言论 另外 俊亚利总理欧尔班 在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 引述对方表示 如胜出11月的大选 美国将不会再拨款 援助乌克兰 针对教宗方济各 在访问中表示 乌克兰要有勇气举白旗谈判 乌克兰外交部就事件 召见梵蒂冈特使 对教宗的白旗言论表示失望 认为教宗应该发表 邪不能胜正的言论 指责侵略者而非怪罪受害者 并强调教宗不应该发表 无视国际法的言论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11号回应教宗方济各 有关乌克兰要有勇气 举白旗谈判的言论时表示 现在不是谈论乌克兰投降的时候 除了对乌克兰人来说 将是一场悲剧外 也会让俄罗斯认为 可以用军事力量实现愿望 俄罗斯方面就认为 教宗呼吁透过谈判 结束乌克兰战争是完全可以理解 战局已经表明西方国家 错误以为可以击败俄罗斯 重申俄罗斯已准备好 做下谈判 俄乌战史持续超过两年 乌克兰在西方国家援助下 仍然严重缺乏武器弹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俄罗斯生产的炮弹数量 达到25万枚 几乎是美国和欧洲 为乌克兰生产的三倍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欧盟正在推动今年向乌克兰 提供20亿至30亿欧元的资金 这些资金来自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而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与前总统特朗普会面的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引述对方表示 如果胜出大选 美国将不会再拨款援助乌克兰 届时俄乌战史将会结束 欧尔班就表明 欧洲无能力独立资助战事 如果美国不提供资金及武器 他认为欧洲也不会继续支援 凤王卫视综合报道 瑞典加入北约 升旗41号是在布鲁塞尔 北约总部举行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会上表示 北约没有计划在当地 部署核武器和武装部队 同时北约大规模的军演 仍然在波兰进行 将会持续到5月底 对此白罗斯宣布 其武装力量开始进行 系统性的战备检查 上周正式成为北约 第32个成员国的瑞典 国企首次在布鲁塞尔的 北约总部大楼缓缓升起 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 首相克里斯特松 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场见证 与此同时 北约的旗帜也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升起 斯托尔滕贝格至此时表示 随着瑞典国旗升起 北约将团结一致 捍卫彼此的安全 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没有看到俄罗斯对北约 构成直接军事威胁 同时 北约没有增加北约核武器国家数量 以及在瑞典部署新作战部队的计划 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将对整个联盟产生积极影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年度计划和各方达成的共识 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三国海军 于11号至15号举行 由伊朗海军主办的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 参加演习的中方舰艇在11号上午抵达伊朗 恰巴哈尔附近海域 与伊朗俄罗斯海军参演舰艇完成兵力集结 联合演习拉开帷幕 本次演习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 以反海道搜救为主要内容 分港岸对接 海上演习 总结闭幕三个阶段组织 中伊俄三方共派出十余艘各型舰船参加 中方派出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 包括导弹驱逐舰 乌鲁木齐舰 导弹护卫舰 灵异舰和综合补给舰 东平湖舰参演 旨在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 首先要关注到是美国情报界 11号发布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也说美国面临日益脆弱的世界积蓄 而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等国正在挑战 美国的主导地位 报告特别提及中国有能力 直接与美国和美国的盟国竞争 并且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从而支持中国的国力和治理模式 取代美国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当天也到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就这一份报告回答议员的质询 他也敦促国会批准更多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 否则乌克兰很难会守住领土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国会作证时指出 过去几周乌克兰丢失阿富杰耶夫卡 并非力防止丢失更多领土 暴露出其军力因外来军援下降而遭到削弱 他又强调 俄罗斯仍在提升其核武能力 并可能用非对称武器等破坏全球规则 另外 针对当前中东局势韩恩斯透露 根据情报机构评估 伊朗和珍珠党并不希望巴以冲突 扩大成地区战争 但与伊朗合作的胡塞武装和民兵组织 却在积极介入袭击美方 韩恩斯还指出当前美国 非法毒品的威胁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过去一年中 有超过10万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毒品 这其中大多数摄入的都是非法芬太尼 丰河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的首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协会 12号时表示 如果实习医生和医学生 因为抗疫政府的扩招政策 而受到任何的损害 全国的医学教授将会采取集体行动 协会表示 针对政府计划要吊销数千名抗疫医生的 医疗执照医师 已经达成决议 如果实习医生和医学生的利益受损 更多的医学教授会集体辞职 以示抗疫 协会就敦促政府与医学界 进行无条件对话 首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协会 在11号决定 如果政府不能就医生集体辞职 给出合理解决方案 将会在18号会集体地递交辞成 目前韩国综合医院 一万三千名的实习和住院医生当中 超过百分之九十 已经停止三周 以抗疫政府扩招 两千名高校医学生的政策 感谢你达成今天的凤凰五金专列 举手令我们各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